现在离发射还有五个小时 我们再次前往发射场 很多人说航天是最高级的浪漫 想一想每一次载人任务的航天员们 在空间站里俯瞰我们的星球 一天经历十五次日落 一次次探寻人类科学技术的边界 真的令人肃然其境 夜晚的航天城马上就再一次 要迎来他们出征的英雄了 每次出征仪式都是任务的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又回到了问天阁前面的袁梦园广场 问天阁是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地方 此前有过外媒问我们的航天总工程师 为什么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迅速缩小与美国航天的差距 除了三步走正确的战略方针 和坚确贯彻执行之外 举国体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你能感觉到这里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人 都在为同一项事业不遗余力 这种价值观的朴实性能反映在周围 每个人的日常行动中 这是非常少见的 好了我们已经看到三位航天员 走出了问天阁 正向我们走来 他们挥舞着双手 向两边的民众致意 而在我们前面呢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 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 总指挥部总指挥长许学强 向他们下达出发明明 公联系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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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总指挥部 天晴 えー 被带我 我们 coincan 都交往 所有 充 我 � Cra 。 你 说 我 相 终于三位航天员又将带着我们中国人的航天希望远征太空 那么很多人非常好奇的一点就是 航天员在进入太空的时候 他们会带一些什么样的私人物品 那么费剧龙就透露过 三人都非常爱舒缓 此前任务就带上了书写的工具 将在太空挥洒笔墨 邓清明就介绍说 自己带上了家人的照片 以及他的外孙最喜欢的玩具 他说在到时候天地互动的时候 可以给孩子展示一下 也是非常的有情和理 非常的感人 那么张璐则是为首次太空之旅 准备了卡拉OK话筒口琴 张璐除了书法之外 也是非常热爱唱歌 他也自己为神舟十五的任务 创作了两首歌曲 其实刚刚的出征仪式上 有一个小细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那么就是之前的很多次的出征仪式 航天员都会携带一个小箱子 提在手上 其实这个东西也并不神秘 之前我们很多人也听说过了 那么这个箱子是一个便携式航天服通风机 可以对穿着航天服作业和移动的航天员 进行便携式通风 以达到降温和除湿的目的 我们知道航天服不透气 不透湿 航天员在地面穿好 航天服后 如果没有合适的通风设备 那么航天员的代谢产热 无法排除 但是其实也不会时时刻刻都提的小箱子 主要会根据天气情况以及航天员自身的感觉情况 选择用或者不用 那么今天我们神15的乘组和神14的乘组一样 在出征仪式上都没有使用这个小设备 而是准备在塔架下车之后才会用到这个小设备 现在我们来到了准备观看火箭发射的位置 也就是位于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前面 这个地方距离发射大概有1.5公里的位置 也是一个非常正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火箭组装好之后呢 运往发射塔架的这个轨道啊 就在我们座位旁边 终于啊塔架的四层的回转平台呢 都已经打开了 那么长岸F摇树火箭呢 这一次就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这一次回转平台的打开的顺序呢 也进行了调整 最下面一层的回转平台的打开时间也更晚 可能为的就是为了一极和助推器保温 应对低温的环境 马上就要进入最后的十秒倒计时了 让我们静静的等待这一刻吧 终于我们等来了点火命令的下达 那么点火命令的几秒钟之后呢 我的耳边啊传来了火箭升空 带来巨大的声浪 在距离塔架1.5公里的位置 我能感觉到脚下大地明显的震动感 长岸F小树火箭的点火升空呢 也是中国空间站建设这个的 最后一次发生任务三名航天员 将会去天宫出差六个月 从零到一 从一带到二 再到六名航天员 太空会时 相信啊未来 随着声控载人探测的进行 人数还会不断增加 中国航天的脚步也绝对不会停止 小顶尔 卫尔 又